今天主要是一个北返的车流为主 大概北返会大概是平常上班日的1.4倍左右 国庆廉价即将要收加了北返车潮有限 根据高工局预估北部地区9号下午3点开始 国一苗栗到湖口国三关系到大西 车潮将会延续到晚上9点 国五则将拥塞到审夜 而公路局也提醒民众可以及早出发或改走替代道路行事 而廉价最后一天也必须注意天气状况 受到东北季风增强影响 气象属9号下午5点30分是针对双北 基隆 宜兰 花莲以及嘉义台南发出大雨特报 主要下雨的区域大致上是在大台北的山区 还有基隆北海岸地区跟东北部地区 可能会有局部大雨甚至豪雨发生的几率 尤其是北花莲地区也有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 而10号在北部及花东地区 也会有局部阵雨发生的几率 中午过后中南部地区也可能会出现局部的短暂雷阵雨 气象属表示水气一直要到周三才会逐渐减少 提醒民众外出要多加留意天气状况 原先走到许家荣台北市采访报道